大批道尼纳吉,马拉松长跑是国际上非常普及的比赛项目 全程距离为42.195公里 赛事起源是在公年前的490年波西战争中 古希腊一名善于长跑的士兵,斐迪利斯 为了把胜利的消息传达给雅典同胞 一口气附上跑了40多公里 最后将胜利的消息传达后却力竭而死 为了纪念这名战士 1896年在第一届雅典奥林匹克运动会上 就增设了马拉松项目 此后一直沿袭 现如今东京、波士顿、伦敦、柏林、芝加哥和纽约 所举办的马拉松比赛被誉为全球六大马拉松赛 其中波士顿马拉松更是历史最为悠久的赛事 1897年,也就是第一届雅典奥运会的第二年 波士顿就举办了马拉松赛 当时只有15名跑者参加 可从创办那年开始至今 除了2020年因为是疫情影响被迫取消 波士顿马拉松每年都会举行 赛事的赛道沿着波士顿的自由之路 会穿越过历史悠久的建筑和景点 而且对参赛选手会有严格的要求 这也更吸引了来自全世界各地的跑者和观众 参加波马也是很多跑者的终身目标 不求成绩参与其中就已经是人生巅峰 每年来自全世界的精英跑者都会聚集波士顿 其中不乏很多顶级的长跑健将 这一切都对外展现着古老马拉松赛的魅力 成为最受欢迎和竞争最为激烈的赛事 除了赛道上的选手 还有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就是全城为运动员呐喊助威的群众 每年无论刮风下雨总有几十万人沿途观赛 而且波士顿是个非常热爱运动的城市 很多热门的运动领域都有顶级的职业球队 这更离不开市民对于运动的痴迷和支持 每年的马拉松他们依然会拿出最大的热情 让马拉松变成一个盛大的节日 在欢呼庆祝的同时也体验着人类之间最真挚的情谊 那一刻人们没有距离和民族的隔阂 那体验运动发展之间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竞技 更重要的目的是使人凝聚 消除分歧和争议宣扬爱与和平 可纵观波马这项古老赛事的漫长历史 就无法避开那道伤疤 因为种族间的仇恨让太多无辜的人受难 这就是震惊世界的2013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 2013年4月15日星期一 这天是美国的爱国者日 第117届波士顿马拉松赛就在这天举行 这天依旧延续波马的传统 在霍普金顿起跑 沿途经过数个小镇 经过42.195公里的征程 到达设在波士顿市中心卡普利广场的终点 起跑前所有人都在努力热身准备 等到一声发令枪响来自90个国家 超过26000名运动员开始奔跑浩浩荡荡 赛道两旁近50万人观赛呐喊诸威 人们都以不同的角色参与其中 享受比赛带来的快乐 到了下午两点半 陆续有很多选手顺利跑完全程 还有5700多人没有到达终点线 他们的体力和意志力正经受着考验 可人群的鼓励减轻了他们身上的痛苦 距离终点越来越近 然而谁也不会想到在终点迎接他们的 不仅仅是欢呼和庆祝 下午2点49分43秒 终点附近的诸威人群中 突然传出一声巨大的爆炸声 聚响过后 一股浓烈的白烟腾空而起 仅仅15秒后 随着人群惨烈的哀嚎 第二枚炸弹爆炸 现场一片混乱 所有人出于本能四处奔逃 没人知道还会不会有下一次爆炸 爆炸的威力很大 许多建筑的玻璃都被震碎 爆炸现场已是惨不忍睹 烟尘还未散去 地上躺着数百名身受重伤的民众 很多人都被炸掉肢体 地面被鲜血染成了红色 仿佛地狱一般的景象 比赛被迫提前终止 事发5分钟后 警车和救护车赶到了现场 进入爆炸点附近区域展开救援 无论群众还是救援队伍 都感受着死亡带来的恐惧 警方拉起警戒线 全力疏散着几十万人群 两枚炸弹相继爆炸 又是在美国的爱国者日 警方立刻联想到 这是一次恐怖袭击 并且他们相信还有第三枚炸弹 甚至还有下一轮攻击 现场遗留了很多背包 每一个都有可能是炸弹 特警队和炸弹专家也都全部进入了现场慢慢清理 逐一排除可能存在的爆炸装置 事件共造成至少264人不同程度受伤 受害者从5岁的儿童到年过60岁的老人 他们被分别送到了27家医院救治 17人不得不接受截肢手术 甚至是高位截肢 有些人几分钟前还在努力冲向马拉松终点 却在巨响过后永远的失去了双腿 更令人惋惜的是 爆炸现场有三人不幸遇难 29岁的女孩一家餐厅的经理 克里斯尔·坎贝尔 她所工作的餐厅就在爆炸点附近 在一天的忙碌过后 她终于能抽出时间到路边观看比赛 却没成想,炸弹就在她的身边 23岁的女生来自中国辽宁瀋阳的吕令子 吕令子就读北京理工大学国际贸易专业 后在波士顿大学攻读统计学硕士研究生 事发时与同学一起在终点附近观看马拉松比赛 还有一名8岁的小男孩马丁·理查德 他和母亲妹妹在一起 等待参赛的父亲冲向终点 却突遭厄运,不幸遇难 她的妹妹被炸掉左腿,母亲严重受伤 爆炸过后,很多人和家庭都陷入绝望和痛苦 也许随着时间推移,伤口会愈合 但内心的伤痛却很难消失 这是波士顿这座城市有史以来最大的案子 爆炸发生三小时后 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举行新闻发布会 安抚民众承诺必定找到凶手并搞清作案动机 波士顿警局和FBI遇上了史上最复杂的犯罪现场 爆炸之后一片狼藉 参与到调查和收集信息的警员达到一千多人 FBI探员对现场的每一寸地面都仔细勘查 在那些杂物之间或许就隐藏着爆炸后的弹片 因为对凶手一无所知搜证的过程很困难 一般来说如果是某极端恐怖组织策划的行动 都会在事后很快承认对事件负责 但这次却没有人公开承认罪行 为了寻求线索警方赶到医院对伤者进行询问 也对外公开了一个邮箱并发表电视讲话 4月16日早上也就是爆炸发生后的第16个小时 警方就收到了媒体和民众的几千封邮件 数十万张照片和视频资料塞爆了邮箱 几乎涵盖所有事发现场的周边人群 警方确信制造惨案的真凶就隐藏在这里 调查员开始对这几十万个线索仔细筛查 不放过照片的每一个细节 视频影像逐针播放 持续高强度排查 只为找到可疑的身影 起初他们找到几个嫌疑人 但又都排除了嫌疑 但就在调查的工作还在进行的时候 一些媒体开始捕风捉影 为了抢占流量 就开始对外发布嫌犯已经被捕的消息 还有很多其他各种未经证实的假新闻不进而走 闹了很多乌龙 这面对各方询问的调查人员措手不及 还要抽出精力去澄清事实 留在现场调查的警员最先有的发现 他们在爆炸点附近发现了很多钢珠 又在一家餐厅屋顶找到了一个压力锅的盖子 仅凭这两样东西就可以确定凶手使用的是压力锅炸弹 压力锅炸弹是恐怖组织经常使用的爆炸装置 这种炸弹制作简陋在商店就能买到零件 而且很不稳定 猜测凶手是在放置炸弹后 离开不久就用遥控器进行了引爆 他们又在现场爆炸点附近和伤员的头发里 发现很多细小的黑色碎屑和纤维 经过采样分析确定是尼龙 就是大多背包的成分 而且现场发现了被炸碎的背包 这种程度就是从内部爆炸造成的 警方推断凶手是把炸弹放进高压锅 又将高压锅藏在背包 背着包来到比赛现场 悄悄放下背包进行了引爆 由此那些线索的排查范围就缩小了 首先关注背包的可疑人员 然后是在人群中形迹可疑 不像是要观看比赛的人 但这依然是一项庞大和艰难的工程 终于在爆炸案发生后第39个小时 开始有了进展 他们找到了一张视角非常好的照片 这里正是第二次爆炸发生的地方 他们在地上发现了一个背包 8岁的小马丁就在这个画面里 同时画面中出现一个戴着白帽子的男子 在人群中很显眼 通过另一段监控录像可以看到 他用单肩背着背包走到了爆炸地点 然后停下像其他人一样 看着赛道里的运动员 然后很自然的卸下了背包放在了地上 在他准备离开的时候 距离终点最近的第一次爆炸发生了 爆炸发生的时候 他在的区域所有人都看向左边 只有他从最开始就在向右边移动 而且这时候他的身上已经没有了背包 当他刚离开监控画面几秒钟的时候 第二次爆炸就在他之前站的位置发生了 这就是警方一直在苦苦寻找的嫌疑人 就是他在这里放置了背包炸弹 但这段影像是监控所拍 画质很模糊 不足以看清嫌疑人的面部特征 但一个细节引起了注意 就是在白帽男子准备放下背包的时候 一直在打电话 作案前还在通话 警方认为很有可能是存在痛苦 他们沿着嫌疑人出现的时间反向推导 顺利找到了第二名嫌疑人 当天下午2点37分 也就是案发前的13分钟 另一名戴着黑帽的嫌疑人也出现了 两人一起顺着围栏沿街朝爆炸现场前进 调查人员推断 两人是在不同地点放置炸弹 并依次引爆 第一枚炸弹就是黑帽男子的背包 这次警方还找到了两人的正面照片 足以看清他们的面部特征 如果公开就一定会得到他们的身份信息 但经过内部的激烈讨论决定 暂时不对照片进行公开 因为担心他们被逼到无路可走 激化愤怒情绪 再次做出过激的行为去伤害民众 所以公开照片其实就是一场赌博 还有其他的途径可以去锁定他们的身份 还记得案发前嫌疑人进行过一次通话 于是警方就调用了计算机分析技术 筛查在相应地区那个时间点所有的通话 利用通讯网络去锁定嫌疑人 然后再通过电话监听 获取他们的行踪和更多信息 把未知的风险控制在最小 从技术的角度来说 这个方法是完全可行的 但他们却被另一个因素所束缚 就是时间 这个筛查过程十分漫长 因为那个时间段同时打电话的大约有十万人 等电脑分析完所有通联记录筛查到最终的结果 不知道要等多久 或许要一天的时间 但这部分工作也只能交给计算机 奥巴马的演讲很成功 让波士顿人重燃希望 同时警方受到来自各方的压力也很大 事发后第三天 他们就把等待计算机的时间设置了一个期限 计划当天下午5点20 不管计算机是否有结果 都要公布嫌疑人的照片 但不知道是谁的这个情报进行了泄露 警方在三点半就竟然接到了一家美国媒体的电话 媒体声称他们手里有犯罪嫌疑人的照片 并想马上进行公开发布独家报道 警方一再警告 这样做或许会激怒恐怖分子 调查计划会被彻底打乱 媒体听说后也感到很担忧 警方说既然如此那就别公开 媒体表示不行 公众也有知情权 尽早公开也会让你们快点得到线索 被迫无奈 调查局只能是提前公开了调查进展 马上召开发布会 公布两名嫌疑人的照片 请求民众帮助指认 并一再提醒两人身上可能藏有武器 一旦发现他们马上报警 不要擅自行动 好在照片被公开后 大量民间线索涌入 警方很快就确认了这两人的身份信息 这个卷发男孩叫焦哈尔查尔纳耶夫 19岁是监控中戴着白帽的嫌疑人 焦哈尔1993年出生在吉尔吉斯斯坦 从小有俄罗斯国籍 同年生活在动荡的北高加索地区的达吉斯坦 成分还是比较复杂的 因为那里极端主义盛行 2002年他们一家以难民的身份被美国接收 全家人移民到美国后 一直生活在波士顿地区 便很快融入了美国的生活 焦哈尔在高中时期担任学校 社交队的队长 他很善于社交 有很多朋友也很受欢迎 因为品学兼优在高中毕业的时候 拿到了2500美元的奖学金 后来进入麻省大学达特茅斯分校 学习护理 2011年毕业 2012年9月获得了美国国籍 另一名戴黑帽的男人名叫塔梅尔兰查尔纳耶夫 生于1986年 比焦哈尔大七岁 是他的亲哥哥 塔梅尔兰在四兄妹中最大 除了最小的弟弟焦哈尔 中间还有两个妹妹 2004年18岁的塔梅尔兰来到美国 高中毕业后就读于社区大学 他非常热爱拳击 不惜退学 从事了专业的拳击训练 2009年和2010年 他在新英格兰州的拳击赛中连获冠军 娶了一个美国人凯瑟琳 生下一个女儿 因为始终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 妻子负责在外面工作赚钱 塔梅尔兰则在家照顾孩子 2012年塔梅尔兰曾经离开过美国 秘密前往俄罗斯的达吉斯坦待过半年时间 达吉斯坦是极端主义活跃的地区 他在那里接触了什么人 做了什么 没有任何人知道 俄罗斯安全部门认为 他可能是某极端组织的一员 并把这个信息告诉了美国方面 FBI对他进行了调查 结果表明问题不大 没有发现他参与恐怖活动的证据 就让他走了 可也就是从这之后 塔梅尔兰就变得很激进 或许爆炸案也就是在这时候开始了策划 而在影响力巨大的波士顿马拉松 终点展开袭击 又是美国的爱国者日 这足够引人注意 焦哈尔大学毕业后几乎每天都和哥哥在一起 一起在体育馆训练 一起外出活动 为了赚钱还从事过贩卖大麻 事发前一个月开始 他就很少和朋友们再联系 当他们再次听到焦哈尔的下落 就已经是在电视上 事发后焦哈尔还若无其事的到商店购物 表现得非常平静 完全不像刚刚制造了恐怖袭击的人 警方在两兄弟位于剑桥市的家里 发现了一些东西 除了一些带有类似圣战宣言 极端主义情绪的文字 还在厨房发现了很多制造炸弹所用的工具 电脑里还有电子版的恐怖主义刊物 兄弟两人的父母已经离婚 并且都已经返回达基斯坦 面对采访他们极力庇护两个儿子 说他们绝对和事件无关 塔梅尔兰的妻子凯瑟琳在美国 对于警察和媒体也表现出非常抗拒的态度 既不回答任何有关丈夫的问题 又不配合调查 很多人都在质疑 兄弟两人在家里制造炸弹 身为家庭成员 他难道一点都没有察觉吗 又或者说他也是参与者之一呢 随着时间的推移 警方掌握的线索越来越丰富 但更让他们担心的是 或许波士顿马拉松只是他们的第一个攻击目标 下一个目标在哪 是否还有其他同伙 是否还有更大的阴谋 只有尽快找到两人才能彻底解除危机 当确定了两人的身份信息之后 波士顿全程大搜捕从4月18日晚开始撒网 但他们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晚上10点过后 紧邻波士顿的剑桥市麻省理工学院 27岁的校警肖恩照常开车巡逻 突然发现两个鬼鬼祟祟的身影 准备例行检查 可他刚下车 对方就突然掏枪射击 连开六枪 肖恩被子弹射出了胸膛 当场殉职 开枪射杀警员的正是波士顿爆炸案的凶手 查尔纳耶夫兄弟 因为身份信息被公开 走投五路选择了开枪射杀校警 波士顿爆炸案的受害者又增加一人 兄弟两人知道行踪必定会暴露 决定马上劫持汽车逃跑 可之后一名中国人的出现 彻底改变了事件的走向 他用智慧成功避免了下一次的恐怖袭击 也成为了事件中被警方认定的英雄之一 因为这期内容太长了 所以我把这个视频水上了 分成了上下两集 但会同时发布 这期内容也别忘了点赞值大九仙了 拜拜